五年,九六年,进入到金融领域以后,我就发现,在北美,最不缺的就是资金。 你知道我二家一看,资金就像炸弹一样的,而你不好好地把它利用起来,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的话,我现在留几分钟给大家看一个电视短片,希望能给大家有帮助。 因为我不是说要宣传自己,而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谢谢。 谢谢。 这就是新任唐卫珍投资云西西公司董事长唐卫珍的传奇故事 与此同时他还在任着海外华人基金合伙人公司总裁 中国巴菲特加拿大合伙人公司总裁 唐卫珍才会去问过主席团主席 世界华文大中传播媒体协会荣誉主席 联系三年应居领天内的护婚 湖南通乡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创会副会长 家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协会理事长 2004年亚台总裁协会主办的 世界最伟大的投资人巴菲特投资理念于世界 中国报告会可约卫一被美华人巴菲特转家 2005年亚台总裁协会主办的 省市长0506华裔经纪领袖影响舆论坛 及群体经纪合作刹刊组委董主席 首届被美华人财富论坛 多伦多国会主席还主席 这些耀眼的光环 看起来是那么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她的头上 正是因为她为人 以自己十几年传奇的投资故事 过人的投资天才 敏锥的投资光光 过来的投资精神 使这一个个光环更加璀璨 而她为人这样亲自操盘的 却不多 而且经过股票市场大浪淘争之后 能够一人坚持在正面光阳中 执着前进 结束小山坝变成行物权的人 则更是挑战问题 而唐伟珍就是她们其中的一个 可以讲说 唐伟珍在进入拖子方面 是一个故事自得方便 这个行到这里 因为在网上也会帮大家的时间 希望大家有兴趣 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肯定可以帮助大家 这个很需要 下面我们请 大家有什么问题 当时要问的吧 是比我还早 到俄罗来留学创业长 所以她也在一些大公司 大学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经验 她也是我们学校 我们是中南理学院的一起 所以她是我们学校的骄傲 因为第一次我们是用英语讲的不过瘾 这次用中文大家一起来 现在请雷伯士 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们 刚才伟珍是我的好朋友 对华人在海外创业 对缺什么做了很精彩的理解 这个描述 那么我今天呢 我就从一个实际的例子 也就是我们公司 加拿大生物工程开发公司 在创立和发展 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希望呢 我们走过了这条路 我们的经验 大家可以拥有 我们的教训 大家也吸取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从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谈谈我们公司的发展 那么这个要感谢这个伟珍啊 感谢这个协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想呢 我和大家 这些朋友们可能经历都差不多 都是在国内呢 受到高等教育 然后呢到了这个国外 到欧洲啊到了北美啊来深造 那么马上就一个问题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